166 浙江日報 渠州專家手機問診蔬菜 2015年7月27日要問03於山徐斌本報渠州7月26日電 見習記者於山通信員徐斌,只要有一部支持4G網絡的智能手機 再安裝上一款名為移動農記110的手機軟件 渠州農民就可以找到農業專家並進行視頻通話 渠州的農業專家也可以通過手機視頻觀察作物 生畜的情況 今天,渠州原與家庭農場的主人陳偉霞採摘原田裡的辣椒 7天前,他曾通過移動農記110聯繫到渠州市農科所的蔬菜專家 請教這一位辣椒詳細的問題 他拿出手機輕輕足評 就找到了渠州農科所的蔬菜專家韓小敏 進行視頻通話 陳偉霞在手機這端說 這批辣椒生得多 但果實長得都不是很大 他在想 事不時先不不調 在地裡多留一段時間 讓辣椒長大聲 他將手機攝像頭對準了辣椒 讓韓小敏看精植物的詳細 韓小敏遠程查看了辣椒的詳細後說 覆蓋遮陽網 降低溫度 上面噴點夾肥 蓋肥 一個星期打一次就可以了 以往專家不便趕到現場時 陳偉霞會拔起一珠作物或採一片葉紙 直接趕到農科所找專家 在使用移動農記110後 他覺得用這個軟件成本更低 速度更快 這是中國移動渠州分公司 與渠州農記110推廣的一款手機軟件 軟件中的專家庫會集了 渠州所有中級以上即稱的農業技術人員 並根據他們的特長 分類 可以通過軟件發短訊 打電話或是憑通話進行諮詢 BGM